当我们对恩式分解疗如指掌之后 之后我们可以去到下一个topic了 就是二次方程 英文叫做quotratic equation 叫做equation 即是说 它有一个等号 然后等号左边和右边各自 都是一个代数式的 零也是代数式之一 第一件事我们要做的 就是将右边的东西 全部放在左边 今次刚好是零 即是右边没有东西 如果有东西的话 我们将它全部放在左边 然后呢 我们再将左边的这个东西 做恩式分解 这条题目刚好你看到 左边有两个term 这两个term各自 都有一个x 有一个x加4 还有一个x加2 那么你可以用恩式分解 学过的方法 将它分解 慢慢做呢 你就会有下面的这个分解完之后的恩式 有2x乘以一个x加2 又乘以一个x加4 你看到这堆东西全部抽出来 还有一个x加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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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接着我来呢 就到这个我之前说的 把右边的东西全部都放在左边 令到右边变成0 到这个0发挥作用了 就好像我之前解释过 恩式分解的原因 为什么要做恩式分解的歌集 都有说过 我们看到有一条代数式 有一块东西 这里有五块东西 分别有这个2 有这个x 有这个x加2 x加4 还有这个x加5 还有这个x加5 有这五块东西 这五块东西乘以0 成完之后的结果等于0 那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什么结论呢 就是 这五块东西 首先呢 这个2 它本身就是2 2就是2 那不会等于0 那看到数字的 我们可以不用理它了 那这四块东西 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就是 其中一个一定会等于0 是的 其中一个 那我不知道是谁 可能是x加5 可能是这个x 可能是这个x加2 可能是这个x加4 可能是这个x加5 那它们都有可能等于0 那所以接着呢 我们就会写说 x等于0 又或者 写个滑字 又或者x加2等于0 或者x加4等于0 或者x加5等于0 x加2等于0 x加2等于0 x等于0 x等于0 4 2 x等于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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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样 我告诉你 这条数呢 x有4种可能性 而这4种可能性呢 你各自摆入这条数里面呢 都会令到答案等于0 2次方程 就是这样 那说完 这个解方程的一般方法之后 那开始 正式入气肉了 就是2次方程 那这个2次呢 就是说这个x的次方是2次的 那既然是一条2次方程的话 那我们解出来的答案呢 根啊 或者解啊 answer word 那这些呢 每一条2次方程呢 都会有2个解的 那记住这个了 每一条2次方程都有2个解的 那好像第一条这样 x的2次方等于0 那我们得出 x等于0 那刚刚说过2次方程有2个解的嘛 那另外一个解呢 都是x等于0 那呢 那为了分别 一向分别的2个解呢 那我们会写 x的第一个解是0 x的第二个解是0 那 那 有时候会觉得 这样的写法 会有一些重复的话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那我们可以写 x等于0 那然后呢 那我们会写 这个是重根 就是根会重复了那样的 那我们会在旁边写 这个重根 那搞定 那这个数就做完了 那这一条呢 x的2次方 减7等于0呢 那我们可以说 x的2次方 等于分过来 就是等于7 那所以 x 的第一个解 就是 正跟好7 可以不写个正的 那写个正会分别得清楚 正跟好7 x的第二个解 就是 负根好7 ok 搞定 那这一条呢 那我们看到 右手边不是0 上面 右手边是0 那我们可以直接做 这个右手边不是0呢 那我们就要 有些技巧 那 左手边我们可以拆开它 成为x的2次方 加4个x 然后把右手边 这个 拖过去左手边 -4 拖过来 就变成正4 等于0 那看到这个又是我们的老朋友 已经比较熟悉的 这个是一个完全平方数 我们会直接化作 x 加2 的2次方 等于0 那看到这个方 呢 是不是好像上面这一条 这个x加2 就是这个x就变成这个x加2 那所以呢 我们就会有 横边的这个x加2等于0 那所以x就等于-2 那记住 二次方程是会有两个根的 那上面就试试个中文写重根 那英文的话 你可以写DoubleWood DoubleWood DoubleWood 是这样的 可以这样写的 那中文和英文都示范过 怎样写的 那然后这一条呢 如果我们 这一个 可以成为一个符号 而这一个又成为一个符号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 可以将这一个 另一只颜色 对啦 可以2和这个x左右倒转的 那如是者 我们就会有一条这样的数 x-2 x-1 将这个12拼过来 就变成-12 等于0 解开它的话 这个就是 x的二次方 -3x x-2 乘以-1 就是正义 正义-12 就是-10 等于0 然后呢 又到拆解了 这个今次要用交叉相成法 在逐边交叉相成 x的二次方 我们拆成两个x 这个-10 要拆成两个数 这两个数 加上是-3 那我们有-5 和2 那拆完这两个之后 一体 不要一体了 拆完这两个之后 那这个 就是-2x 这个就是-5x 那出到来就是-3x OK 那所以 这个分解完之后 我们就会有 x-5 和x加2 等于0 那所以 x的第一个解 x-5等于0 或者可以这样写 我写出来 x-5等于0 和x加2等于0 那所以 我们有x的第一个解 就是等于5 而x的第二个解 就是等于-2 这个就是2次方程的解法